孝 正月初七 人日 去年春天 病毒疫情在美國紐約爆發 該國總統不斷向中國脫窩 當地社會充斥著對華裔人士的惡感敵意 在紐約大都會看守所裏都要保持低調 避免講到與中國有關的話題 有一天 在圖書館裏和品尼教育主任 探索疫情在中國迅速受到控制 繼而談及東方和西方社會文化的差異 品尼文 你們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 有哪些是西方文化中所無的呢? 東方有聖人 西方亦都有聖人 大家的基本價值大同小異 都是為人的價值觀 不同的是執著的程度 和應用的方式而異 我禮貌地回答 自由、博愛、慈悲、民主 都是共有的價值範圍 唯一特別不同的是 東方社會都是以孝為重 英文中 亦沒有字可以完全翻譯 形容孝這個觀念和內容 品尼主任好奇地 要我多給他了解這個課題 一時之間 都無法三言兩語地 將中華文化中的孝道說清楚 簡單地說了飲水思源 敬愛父母專長的道理和故事 今年回到家 偶然的機會來到一間文化機構作客 和賢者大德討教東西文化的不同價值觀 高人解釋說 中華文化核心在效 中國傳統家庭都設有神主牌 紀念祖先前人 而古時儒家祭祀的時候 是天地君親師的牌位 或供奉於大廳中堂的條幅 是祭天地、祭祖、祭聖賢的綜合競濟 亦是敬天法祖、孝親信長、忠君愛國 和尊師宗教的價值觀念的表達 天地君親師的觀念 源於春秋末年左右名的國語 裡面說到 文聖於三 是之如一 父生之 師教之 君食之 非父不生 非食不掌 非教不知生之族也 故一是智 後來 孫子在孫子禮論裡面 講及天同地 故禮 上是天 下是地 尊先祖而龍君師 是禮之三本也 東漢的太平經 就形成了天地君父師的講法 北宋時開始 民間普遍崇奉天地君親師為祭祀對象 清雍正時期 正式地突出了師的地位 確定了天地君親師的次序和意義 天是自然的支配者 更是天道運行的規律守則 是宇宙間存在的主宰動力 亦是福禍因果的宵掌 生命事故的起伏存亡 冥冥中的道理 是天功 是日月昼夜 陰陽交替 四季循環的大力量 大運勢 地是萬物之本 諸生之源 大地如母親 掌五谷 欲種命 是畏捨職 是這個大地上一切有機無機 有情無情的事和物 滋養著我們的身邊 和所有恩責和福德 君 古代封建社會裡面 指的是天命之子 有道明君 以及從上古以來的賢王聖帝 但到了今天就可以推而廣之 是國家的觀念 是為社會上的制度憲章 倫理禮節 以至社會國家的規範道量 維繫著人同人之交 國與國之交 辦事的方法 規矩約張 權力法制的衡量 趁進入人倫者為親 血緣間的孝帝 有憑間的仁義 父母子女親憑戚有間的敬仲 尊愛忠信 寬容互助 人同人之間的感情 係於禮 慈於愛 聯以心 惟以敬 詩 不單單是全道授業解惑的教師 亦指我們的文化知識傳承 來自古聖前言的教訓 心靈啟發的開導 以及歷代現世名師大家的延傳新教 史上的明君得主的功績 大人物小百姓成敗的故事 都培育著我們的心靈 栽下了我們安生立命的根源 你看 中華文化以孝為核心價值 不要以為只是敬拜祖先 孝信父母那麼簡單 是認知崇敬感恩 我們根源的一套理念 孝以天地君親思為內容 天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道理 地是世上育養的萬物 君是社會的制度規範 親是人倫交際的關係 C是精神心智的傳承 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觀 人生觀 世界觀和宇宙觀 孝在中國文化 中國人生中的意義價值重大 更是我們社會繁榮 國家穩定 民族昌盛的基石 孝 中國人才是中國人